現在這是我種植的兩塊水稻田 之前在26號的時候 Baggerbit 962的地號 噴除草劑不剩從那個圍裡上面揹件上來 然後他當場有承認說 帶噴的業者他當場有承認說 他使用固砂草跟加林栽兩種除草劑 可是他只承認說他只噴到這一塊 他卻沒有噴到那塊 因為他認知上 揹件不會這麼遠 所以當時我在跟他協調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那不然的話我們請第三方所謂的 我就去請新竹縣政府的農糧科的人 還有桃園農改廠的教授來幫我建立說 這是除草劑引起的現象 還是所謂對方所稱的 稻熱病所引起的現象 然後當時那個隔天 在6月28號的時候 然後新竹縣政府的農糧科的人 跟那個桃園農改廠的姚教授有來 然後有初步的判定 這兩塊都是屬於除草劑影響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稻葉上面有很多的黃斑葉紋 這個就是姚教授他有跟我們說 這個就是除草劑影響的 那一般就是會是深綠色的 按照季節會是比較正常的深綠色 可是這個目前已經看不到了 從事水稻種植還有芋頭種植也將近快十年了 然後我這十年當中我最常碰到的 就是所謂紫寶基噴藥傷到靈田的問題 因為紫寶基的那個風壓會很強 他根本無法控制所謂的藥物的悲傷的問題 可是當一發生的這個糾紛的時候 通常農民就糾纏無門 都會只能說摸摸彼此就認賠了 所以我希望相關的有關農業單位 能不能有所謂的第三方的諮詢 然後還有說程序要怎麼走 那不完的話 坦白講就像大家講的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誰也誰都有立場 然後最後這一件 因為水稻還是所謂的作物都有所謂時效性 你過了就過了 就根本就也死無對證了 所以必須要馬上如果真的發生了一些糾紛 農業的農田之間的農業糾紛 就希望有關相關單位能及時的給予農民幫忙 決定與死亡 你是神再有恩 或許可行為 就是一個地人 專家的行為 對決定是推特的 情緣 你可往彈